就是我爸给我这个十万块钱 开演唱会 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当时是我跟我妈聊天 我就说我唱了很多年的歌了 我就特别想开一场 属于我自己的这个演唱会 说完了之后 我妈就隔了三天 她就过来了 过来了之后 大包小包子 从那火车站下来了之后 还没能放到地上 她就着急 把她那个银行卡拿给我 她就说 这是你爸给你拿的十万块钱 然后让你看演唱会的 当时我就给我爸说 我说我不能要 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我说你那个钱我不能收 后来我爸就说 你是看不起那个钱呢 你还是看不起我这个人呀 你不是就想开个演唱会呢 那你就拿上开嘛 把你那个愿望完成了就行嘛 真的 她说完了之后 就把那个电话挂了 我爸那性格就这样的 她就是不懂得怎么表达 她不懂表达 我觉得今天给爸爸一个机会吧 咱们把叔叔请上舞台 来 调分有请 王叔叔你好 请你老四好 我叫姚一叔 从最开始 您那么不喜欢家里的这个女儿 到后来您的转变 然后您心疼她 照顾她 然后您把您半辈子的 积蓄十万块钱全给女儿 为什么 我要得她一种补偿吧 补偿 补偿她 因为我就攒那么多钱就给她吧 她就喜欢这个事业 我就这份许义了 我没有钱我得挣 这是您的心意 我的心意 这是您的补偿 补偿 对 我觉得这样 叔叔 今天来参加节目 机会特别好 看着女儿 我相信虽然这个钱 您拿了 心意也表达到了 但是我相信您 应该没怎么好好 跟女儿交流过 您有什么话对她说 行 女儿 姑娘以后 好好地把这个路走到底 不关于有什么坎坷 要给我讲一下 我有多少能力 帮你多少能力 有多少钱帮你 其实我爸攒的 这个十万块钱不容易 在农村来说 真的是难上加难的 我知道他受了很多的苦 受了很多的累 所以就演唱会开完了之后 我就一直在努力地攒钱 我想把这个十万块钱 赶快还给我爸爸 然后我也攒了一部分了 今年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希望亲手交给他 然后他能收下 然后以后我也一定会 好好努力工作 好好唱歌 然后多挣钱 让我的父母过上好日子 离开那个小山村 然后让他们不再那么苦 那么累 这个我给你攒的 你就使努力花 然后我再给你多挣钱 看到爸爸的眼泪了吗 我觉得 就是用自己工作上的成绩 包括自己生活的幸福 来回报家人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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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